现在是进入西瓜的产季 为了替这项农产找到不同的销路 龙井区农会就接受通路商的下单 辅导农民栽种成功种植出方形西瓜 农会就表示 其实这背后栽种过程是相当的辛苦 得要不断的调整瓜果生长的位置跟角度 不过辛苦的栽种是值得的 第一期的方形西瓜刚收成就被抢购一空 还有不少业者是瞄准第二期的西瓜 热露下单 细心的拆解开透明压克力盒 一颗颗的方形西瓜亮相 为了找出西瓜的不同销路 龙井区农会接受通路商下单 特别辅导农民栽种 成功种植出方形西瓜 第一期才刚采收 已经被抢购一空 这次方形西瓜 我们是客制化的预定是100颗 农民也都在陆陆续续 现在正在交货期 不过农民他们会很辛苦是因为 成功率差不多只有五成 所以说他们也在我们这样子协助之下 他们来完成这项的任务 每个方形西瓜大约种六台金 不过栽种过程不容易 每天得仔细照顾 西瓜大约长到一公斤重 就要放入河内 还得不停调整生长位置 才能长得好看又方正 农民直呼照顾方形西瓜 比照顾小孩还累 今年到头一百岁的 所以大家还在摸索 所以慢慢地放进去才适应出来 每天去旬 去看他 目前方形西瓜的摘种成功率大约只有五成 但受到塑形河大小限制 这类西瓜多半未完全成熟 目前建议作为观赏用 未来二期部分农会将改良技术 尝试让方形西瓜兼具观赏与使用性 记者杨琼环台中采访报导